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鼻梁,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台湾正在帮助中国大陆在平反当时抗疫的骂名 那么现在台湾呢,自己他不肯承认 实际上他已经把133人收农进一个 这个类似于,就叫他就是方舱医院 他只是换一种名字而已 踢倒这些年,很多事情他都学大陆,只是换一个名字而已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吗 也就是说这133人被奉到了方舱医院去集中的隔离 集中的观察 台湾的医疗体系会崩溃 和这个印度会差不多,会崩溃 现在他的这个疫情蔓延开 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比较严重的 因为他的管理不彻底 那么我跟各位讲 还有一个事情啊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昨天晚上呢 其实我昨天晚上我没做 因为我的节目都是在昨天晚上之前都已经做好了 那么昨天晚上呢 大陆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 他在答这个记者问的时候 他说啊 有记者问到他这个台湾这个疫情如此严峻怎么办 那朱凤莲他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 希望这个台湾老百姓啊 早一点这个抗疫啊 这个成功啊 然后呢 大陆呢 愿意这个提供啊 这个台湾老百姓所需要的大陆疫苗 和一些防疫物资啊 帮助 但是啊 他这边加了个但是 所以说这次啊 有网友直接骂柜台办啊 其实柜台办 我在这边更加交个底啊 柜台办三月三号 今年的三月三号已经 三月二号吧 已经开始正式转变了 正式转变 因为 已经在两会的时候被修理过了 被修理过了 就是对台的这个方针啊 不能这样了 必须要放硬化了 无非他现在是为这个台商服务的 大家懂吗 但是他作为一个 中央台办的下属组织 负责政治这一块的 那中央台办还有一部分是军事 大家要知道 还是还是这个军事 那就负责这个政治这个这一块呢 他也只能说这样的话 那他说完这个话呢 要记住啊 在政治啊 就是就是意思说 就台湾你 就是把他搞了个政治化了 对吧 你是得不到这些疫苗的 那么台湾的这个陆委会呢 啊 泰三哥哥啊 他呢就是 呃 书面的形式就是 直接喷说 对岸不必假 好意 就说对岸不必假好意 如果大陆限制 啊 如果大陆解除限制 那么台湾将会快速的获得 啊 在任何国家获得这个疫苗 就是大陆你不要再搞这个 这个 从中作梗 我得不到疫苗 还有一个 他重点提的是什么 也就是我说的 这是台湾官方正式出来放话了 大陆解放军应立刻停止老台 立他不能说是还有立刻就停止这个 军事压迫 让台湾民众专心抗议 大家大家想想到没有啊 这个这这些话信息呢非常大 第一个 那么也就是说证明了啊 台湾民众听好了啊 你们台湾搞不到疫苗的 不要再听什么肖美琴讲 美国现在释放两千万剂疫苗出 出来啊 两千万剂疫苗出来 里面有辉瑞的 有莫德纳的 等等等等 对吧 但是这些疫苗 他释放出来 不是给台湾的 要明白这一点啊 要明白这一点 他不是给给台湾的 那么肖美琴 我早就说过了 从去年 他说要搞这个疫苗 到现在都没搞到 我跟各位讲 他们都是在政治秀 不可能搞得到 为什么 也不是大陆故意卡你 也不是大陆北京政府卡 卡你 不让你们获得 这个疫苗 因为如果说 跳过大陆 有两个原因啊 第一个是商业方面的原因 因为第一个原因 两岸是两岸是一个国家 如果说跳过北京 你的这种疫苗 直接进入到台湾 这就是证明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所以说不可能让你走这种道路的 你也不可能进入WHO的 因为你是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 你明白吧 那第二个原因 即使北京政府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是说举个例子 但是不可能的 只是睁一只眼 好 允许你这样子 有这个疫苗 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不可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你懂吧 因为这是主权问题 还有如果说 你这种疫苗 偷偷地运进台湾 偷偷地给台湾 西方的这些制药公司 那么对于这个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企业来讲 14亿人的市场重要 还是2300万人的市场重要 他手指头一掰就知道了 你台湾的总人口还没有上海的 常住人口跟 加流动人口加起来多 算是3000多万 常住人口加流动人口 将近要3000万了 那这样的市场 他会得罪中国的总贷吗 比如说上海复兴 医疗公 这个这个这个医疗公司 像这样的药企 他会去得罪吗 因为必须要把你 台湾纳落到大中华板块里面去 因为这个是叫主权问题 所以说台湾 谁在讲 南部外亏裂政权 谁在讲说搞疫苗 能弄到疫苗 这完全是扯鸡巴蛋 不可能的事情 你懂吧 哪个公司敢落开中国大陆 直接 直接他妈的 跟台湾进行这种什么 疫苗这种行为 这就是属于侵犯主权 从商业上来来讲 你这个公司 你也是在侵犯大陆主权 你就是在抛弃 大陆14亿人的市场 因为疫苗 他们这些公司不挣多少钱 美国都要放开专利的 他能挣什么钱 即使挣也是弄个成本 成本钱 就是说我生产出来 我就挣个妈 一点点就完事了 更重要的 它是属于一种政治物资 你懂吗 疫苗已经变成了 新冠疫苗已经变成了 政治物资 你明白吧 所以说 这些企业很多在大陆搞生产 在大陆卖药 他不要这个市场了吗 每年中国的这个 这个医药市场 给美国这些企业 带来多大的利润 所以说不要再傻逼了 欧洲也是一样的 欧洲他自己都搞不出来 疫苗好不好 所以说这是一点 我一定要跟你们明确的 你们不要再傻了 而且还有一点 你们不要再叫 这个东西是无费了 不是说我来恳求你们 或者说怎么样 就是希望你们别叫呀 中国形象 不是这个意思 为啥 因为叫武费 在他们海外被打的是你们 不是咱们 对不对 当然你还有些 当然有些 中国大陆在海外也会被揍 也是因为你叫这个武费 你懂吗 就像这样 在他妈的这个英国 前两天有个 有人被泼硫酸了 这种事情 其实他妈的 这就是你蔡英文 留下来的血债 你懂吗 还有我跟各位讲 你们台湾得的这个东西 不是无费 你明白吧 你得的是英国变异的 和美 驻阿富汗美军 从阿富汗带过来的 你们这一波传开来 跟这一些 驻阿美军 直接进入到台湾 是有关系的 从四月份 三月底开始 那个拜登宣布 这个从阿富汗撤军开始 就是撤到你们台湾来了 撤到你们台湾来了 是你要知道 这带进来的是什么东西 鬼他妈都知道 你要知道 韩国疫情爆发 很多是这个 驻韩美军带过去的 但是驻韩美军 进入到韩国 韩国这种主权国家 都不敢把美军拦下来 说你他妈给我做核酸检测 都不敢 韩国 日本 这片 就是说这片地理上 概念上的 这片土地上的 事实上的头总督 凌驾于韩国总统之上的 就是驻韩美军总司令 和驻日美军司令 这两个人是凌驾于他们 他们之上的 所以说你说谁大 那他们是主权国 所谓的主权国家 但是是非正常的国家 都这样不减 导致了疫情在韩国军队当中 韩国驻韩美军 还在外面蔓延出来 那你台湾呢 驻阿富汗美军 他到这边来 还有其他地方的美军 他也 他简直个屁他 他对你 一个美国大兵 就可以当了 所有的能源骂蔡英文 这就是现实 所以说 各位 现在还有台湾在平反 对大陆在进行这个平反 我说过 这他妈特别有意思 就全世界 英国 法国 德国 美国 他们去 为大陆来搞平反 我都觉得没意思 就是要台湾来搞平反 因为苏贞昌他们不是讲过 大陆是野蛮的 大陆是他妈的这种 侵犯人权的 怎么怎么样 大陆这不好 大陆那不好的 到最后自己在 这个搞 他说是说他不搞封城 但实际上台湾民众自己在封城 实际上就是 暗地里他在这样 要去他们这样做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是 他的方舱医院 133人住的这个东西 就叫方舱医院 你别听他说什么强制性了 临时了 什么什么的 什么什么 这个锁那个锁 不要去听 就是方舱医院 那还有哪些部分 他在学习大陆的 所谓的 他之前说什么 大陆的这个什么健康码 这个东西是侵犯人权的 在追踪人 在监控人 他自己不是也在学习 现在也在开始用了嘛 对吧 所以说他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搞平反 为大陆在搞平反 所以说这个是多么的虚伪 多么的令人好笑的一件事情 非常搞笑的一个事情 而且 我看这个胡锡进 又很着急跳出来了 他又讲 说北京 帮助台湾抗疫 但台湾不领情 实际一到 台湾就是被图碰瓦解掉了 就致命机就完事了 从现这个角度上来看 他应该知道一些事情 也是有所指的 实际上我已经讲过了 现在北京攻台 可能就是24小时 就直接就攻台了 解决战斗了 从台湾这个大停电来讲 两次大停电 一周之内两次大停电 五天还没一周 两次大停电 这个说句实话 我看了看 他的这些停电和不停电的区域 重点军事单位是不停电的 甚至有些小镇 它全部都停电 但它有些军营 它是不停电的 也就是说 它的电力系统 有两套 而且 这个解放军的 这个太空军 实时侦查台湾 在停电的 一刹那起 哪些单位是不停电的 哪些这个电发电厂 是在给哪些 不停电的单位在供电 它这个电力是怎么分配的 电力是怎么进行这个疏导的 这一块 实际上 解放军都有在观察 所以我说过 携带反辐射导弹的 歼16和歼11B 已经看的都很清楚 知道该 战时该攻击哪套这个系统 切断这个电力 这个都是要做的事情 现在战争 你切断这个发电厂 是很重要的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 还有一点 各位 我跟各位讲 从这个 刚才说完的 还有一点没提到 这个陆委会 重点和这个江启臣 说的话是一样的 都是说 强调大陆 停止军事压迫 让台湾民众 专心抗议 我在想 你的这个专心抗议 你抗你的意 解放军在外围 又不是说解放军 过来释放这个 这个病毒 对吧 跟你他妈的这个 全民抗议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的 抗议这个东西 就是考验你 这个南波万亏的政权 自己这个本领的时候 你的执政能力的时候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就证明你没有这个执政能力 你明白吧 我说过 台湾的这个 这个这个大停电 还有一部分原因 就是你的旱灾 为什么你会爆发旱灾 他妈的和你 水利工程 这个不作为是有关系的 那大陆现在 为什么汉 汉情越来越少了 一个是人工降雨 还有一个就是南水北调工程 都要通过很多水利工程 来改善这种面貌的 台湾也是啊 台湾也要通过水利工程 来改善汉 这个水土流失的这个问题啊 但是没有都没有搞 什么都没搞 钱都他妈的被贪污了 钱都他妈的去买美国武器去了 到现在你看下了订单 到现在武器一件送过来没有 没有啊 你要明白这一点啊 所以说啊 各位呃 民进党确实这一次 在操纵这个疫情这个方面 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目的可以 我们可以下结论了 就是阻止北京武统 因为 已经知道北京要武统 所以说各位啊 老兵啊 这个分析是没有错误的 解放军将要很快就要动手了 啊 感谢各位出席收看 我是老兵 喜欢的点赞订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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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